看這個貓抓板就被摧殘成這樣子 慘不忍睹 哈囉 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來DIY更換這個 貓抓板 這個貓抓板是 外面買那種便宜的那種貓抓板 印象中好像是1998 那使用一陣子之後呢 這個麻省一定會被貓抓到斷掉 軟掉 你看這個已經被摧殘成這樣子 因為最近工作比較忙 所以一直支持的沒有幫他們做更換 那我們自己就買 可以買那個 麻省回來更換 這樣比較便宜 這一卷其實 我忘了多少錢 但是我印象沒有很多 執行更換的話可以一直使用 像這個貓抓板 已經被摧殘成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來更換這個貓抓板 首先呢 我們要準備幾樣東西 第一個就是 這個麻省 那這個在網路上就買得到 你可以不用買那麼大捲 它會有小捲的 買小捲的 那因為我 我們家有兩隻貓 所以使用率還蠻高的 所以還蠻容易壞掉 所以我就直接買大捲 然後 第二樣的話一定要有熱龍槍 然後熱龍膠條 打火機 等一下會用的上 剪刀 好 那我們第一步的話先 把這個 上面這個 一些毛屑 就是壞掉這個麻省的一些屑屑 把它清理 清理乾淨 好 好 那清理的差不多了 那下一步的話就是 把這個 原柱體 這個 上面的這個屑屑 把它修 修剪乾淨 等一下會比較好黏著 然後這個底座的這個麻省啊 也有一些屑屑 也有一些屑屑 我們把它修剪一下 好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就要開始來黏這個 麻省齁 那我們第一步呢 這個底座有一些麻省已經 有點脫落了 所以我們先把它 先修復一下 直接在 要黏著的地方呢 擠一點熱龍膠 好 把它黏一下 這個熱龍膠很快就 就黏住了 因為它只要冷卻之後就會硬化 然後 東西就會黏住 所以 速度要快 那你如果沒有熱龍膠的話 其實也會有大火器取代 不過會比較麻煩 好了 好 那這個底座的麻省呢 我們就不做更彎 只是把它修復就好了 因為它抓的時候都是抓上面這裡 這邊不會比較少抓 好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來更換 這個 圓柱 圓柱體這個 麻繩 那我們先 直接把這個新的麻繩 這個線頭拉出來 那這個線頭的部分 我建議先用打火機呢 稍微燒一下 把它那個鬚鬚啊 把它燒起來 才不會這樣子去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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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從 最上面這裡開始 先沾上一點 熱龍膠 然後把這個頭先淋上去 然後就開始這樣繞繞繞 那繞的同時呢 就是要 就是使用熱龍膠把它 淋起來 你也可以偷然就是 繞好幾圈之後 再弄熱龍膠 但是這樣的話 它的黏著度 比較沒有那麼強 所以貓的力氣如果 太大的話 它會很容易把它扯下來 所以我建議還是 每一處 都要黏死 都要沾上熱龍膠 這樣黏著力比較強 也比較耐用 就這樣一直反覆反覆的 黏 直到黏完為止 好 好 最後收尾的這裡啦 建議那個熱熔膠要用多一點 讓它黏老一點 OK 好了 完成 這樣帽抓板就完成啦 你也可以自己用一些木板 或者是什麼東西都可以 然後再自己買這個麻省 把它纏起來 然後變成一個帽抓板 完成了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也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要按讚加分享喔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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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 按讚